今天去哪里? 哈啰我是小鸡 来 今天今天要讲一讲BigPay的东西 因为几乎姐姐每一天都收到 市面办法Message来问 关于BigPay的问题 感觉大家对BigPay的东西 好像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哈? 收音? 这期姐姐就要讲解一下 顺便收集了一些我们所收到的BigPay常见问题 一次过解答 OK? 这个影片可能会有点长 请你给点耐心把它看完 如果没有耐心的话 没有耐心也给我看完 姐姐花这么多时间要讲解给你听 你好意思不看我吗你 BigPay发布于2018年3月中 它算是属于AESA旗下一个电子金融科技 它也是所币或的Malaysian Bank 给它批准使用EKYC 会款的金融技术公司之一 意思是可以让它们直接通过电子的方式 比如拍照啊 指纹啊 这类的搞科技 来验证你的身份 你就不需要亲身进银行啊 不需要去提交一些文件 所以你在注册BigPay的Counts 整个过程是简单方便快捷的 BigPay是一个多颖丸的金融系统 所谓的多颖丸就是它结合了 EVOLAT和Debit Act功能 EVOLAT呢就是它有自己的APP 跟我们一般用的 比如GrabPay Boost Touch&Go 支付宝 微信 这差不多的 它可以给你用来top up啊 转账啊 check你的transaction啊 同时它还会记录和分析 你所有的开销模式 转账的话 你可以用它APP的转账器 给其它的BigPay用户 这是免费的 它还有开放给你转账器 你本地的个人银行户口 或者是国际的银行户口 目前所开放的国家有 新加坡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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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兵 泰国 南包 和 Bangladesh 世界可能还会开放更多的国家 不过这个就会有一个remittance fee的额外扎 那这里就是个别国家remittance fee rate 自己转账Limit咧 各别国家有不同的里面 本地的银行户口 一天最高是1000块马币 可以最高是2000块马币 你自己debit card 就是在你成功注册了BigPay account之后 它就会几张这样的debit card给你 你收到账卡之后 Activate了就可以用了 账卡欸 功能就有一般的debit card和BigPay卡一样 就是你需要折扎先进你BigPay account 然后你才能消费你BigPay account里面的钱 你可以在它按那边用bank transfer 或者刷其他的卡来折扎 不过BigPay卡有限制你在一个页里面 最高只能折扎或者消费1万块马币 OK 那你看到这个mastercard logo吗 这个意思就是 只要有接受mastercard的地方 或者是ATM还是刷卡 一般上你都可以用这个BigPay卡 OK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BigPay account的话呢 它步骤其实很简单 首先你要下载BigPay App 你可以在Apple App Store 或者是Android Google Play 下载这个BigPay App 点减你的个人资料 输入这个referent code 5CO6R5YZBi 然后upload你的IC照片 接下来你summit之后 就等他们verify or approve你的申请 这可能需要等账好几天的时间 批准了之后你就需要 Tock out20块马币 进去你的BigPay account 你可以用其他的debit card credit card 或者是bank transfer来Tock out 他们之后就寄你的BigPay卡给你 收到卡之后 Activate了你就可以用啦 如果你是有输入刚刚referent code的话 你就会有AWIRE10块钱 满屁在你的BigPay account里面 我重复5CO6R5YZBi OK BigPay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能提供很好的挥率 很多时候它给人 比设置一般的money签证 或者是银行和信用卡 还要好 所以那些有出国旅游的朋友们 姐姐是比较建议你一申请一张 必要的时候在外国可以用它来刷卡 可以呈现一些挥率 或者可以在外国ATM拿钱 不过这个姐姐建议你是在紧急的情况下采用 因为这个BigPay如果在外国ATM提款的话 是有一定的扎着生 首先BigPay就是扎死你一个10块马币 per transaction 然后你用的那家ATM的银行 还可能会另外扎些些费用 这上来 其实还蛮贵的 不太划算 所以如果你不是紧急需要哪些金的话 其实还是建议你直接收卡就好 这个BigPay是出自AASIA 所以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在你一定AASIA飞机场的bankage的时候 用BigPay说的话 它是会给你一点的discount 如果你是有collect Bitcoin的话 你用BigPay卡消费的时候 你同时也可以collect Bitcoin 目前是消费每10块马币就有一Point了 刚刚我提到这个BigPay它除了有APP之外 它有一张debit卡 所以它的接收度比起一般的Evolet还来得高 它不只是在马来西亚可以用的 去到外国 但是有接收mastercard的地方 大多数都可以用 基本上它的接收度跟一般的信用卡不相上线 你不用签了那个counter 然后还要看它有接收什么青色啊 蓝色啊 红色啊 Evolet logo啊 在你刷卡之后 在那个moment 你就可以在你的APP收到notification 直接就可以看到你刷卡的记录 姐姐个人觉得这个尤其在cancel transaction的时候特别好用 你可以记得看到你的单是不是真的cancel 钱是不是有退回来 好过一些银行的credit card啦 还有过好几天才能看到它reflect在你的statement 啊这个又没有看到 你又要等下可以 嘶 它们没有任何的hidden fee 它每人抓这个store已经有写名了 同时它也不会像一些信用卡这样需要付MV啊 这些都是erwave掉的 那万亿 万亿啊 你不小心都不见你的BigPay卡 你可以第一时间去BigPay App 按这个freeze卡 这样就让人家打到你的card也不能用 然后你也可以在你的app那边report stolen or lost card 这尤其你人在外国的时候很方便 因为毕竟你还要打电话去给银行 叫他们快点暂停你卡扶 还要方便还要快 你知道啦要是你的card不见了吗 你紧张了嘛 那你还要打电话去给银行停啦 在那边讲 在外国刷卡之后 你会先看到pending transaction 然后需要等大概三到四天 你的transaction才会approve 然后BigPay又会用approve当天的汇率来夹起 你知道啦 汇率这些东西每天上下嘛 所以你刷好那天的汇率 不代表是你最终刷到的汇率 如果transaction approve了什么汇率跌 这样你就赚了 想管的话就可以哦 虽然说BigPay是Under Mastercard的 很多地方都通用 可是不是100%哦 还有一些国家或是一些店 是没有接受BigPay的 比如之前有网友跟我们讲 他们在中国一些店家 Albania Macedonia 都没有办法使用BigPay 其实之前在法国的一些parking machine 也是没有办法用BigPay 比起其他银行卡 有在machamachamacham cashback啊 discount啊 这样BigPaycard在本地用的话 就稍微弱了一点 因为它只有在Uling 在一些飞机商的package 有一些discount之外 其他都没有哦 就前几天申请BigPaycard的人 找到BigPay是没有BigPay的 姐姐这张也没有 不过这算不算不好的地方 因为BigPay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BigPay你什么时候要给姐姐BigPay 请问BigPay如果在国外 用需要申请些什么 还是需要先开通吗 就是你只要确保 你是有注册BigPay的卡吗 然后你的BigPay盖是要activate的 没有BigPayPay就要记得 set好你刷卡的密码 就是进去你的app那边 下方有个card的 按进去然后按pin setting 去set好你的密码 姐姐讲的这个密码 不是你login app的密码啊 是你刷卡的时候 要用的密码 要搞清楚哦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想问一下BigPay 是可以用马币 直接换别的币在里面吗 什么呢 答案是不能的 因为BigPay也常常使用马币 你斗二气你BigPay的 他也只能用马币 不管你是在哪个国家 收什么currency 最后还是会拱过去马币 你BigPay户口里面用掉了 也是从外币拱过成马币的吗 OK BigPay能在中国用吗 BigPay是真的什么国家都可以提款的 目前姐姐是不曾在中国 常使用BigPay 不过很多网友都跟我们反映说 他们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用BigPay的 当然也是有成功 在中国用BigPay的例子 那里大多数他们只接受他们国家发出银行卡 这一些比较大饼牌公司 才有接受外国感 刚才姐姐也讲了 并不是100%所有的国家都能够用BigPay 提款也是一样的道理 OK 直接搜卡有车吗 没有 在国外案件出来的话 要通过什么方式 ATM Machine哦 不过通过ATM 马前的话是有车身 在马来西亚的话是车6块钱马币 per transaction 在外国外是10块钱马币 per transaction 使用BigPay是算今天的汇率不是过后的汇率吗 OK 这个刚刚姐姐有讲到啊 打个比方 你1号数网美金 当天是4.1 你transaction在4号Approve 4号的汇率是4.12 这样它是加4.12 而不是4.1 OK 钱储存在里面类似 debit card 基本上BigPay card它本身就是一个 debit card 你们怎么知道BigPay当天的汇率 可以在BigPay里提早放外币呢 当然是不能的 要换成外币 只能是在外国售卡 不只知道外国ATM Machine拿钱吧 听好来哦 是外国ATM Machine哦 在美线一般的ATM Machine是没有办法给你拿其他国家钱的OK 然后当你去到外国开BigPay App的时候 它就会爆这样的 notification 给你知道当时的汇率是多少 请问国内转账就是去随便一家ATM机 插入BigPay card转账给自己 画别人户口的意思吗 不是 你不要拿你的Gard乱乱去插 你只需要用你电话里面的BigPay App就可以了 不用这样麻烦四处拿Gard去堵的啦 是不是每个月至少要有交易一次 不然他们会收取费用 姐姐发现到很多人也有这个Event 其实这条DNC他们在官网那边已经有鲜名了 Wait until further notice 可能有他们会有收费我不知道 我目前是没有 然后姐姐发现了很多人对BigPay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就是他们从外国回来 可是BigPay里面还有生钱 怎么办呢 其实你在米兰西亚还是可以把它当成一般的Depicat来刷 当然如果你要是有强迫症 你不能看你BigPay也看到里面有生钱 你也是可以转张去你个人银行户 每天赚一千块 每次给他赚五脚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好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 你可以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 不要忘记按赞分享过去影片 还有要记得Like Follow我们非常好的粉丝专业和Instagram 还有要记得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还有点亮旁边的小铃铛哦 我是爱事爱上的 不要爱留言女生 就这样 拜拜